人类的外染色体 就是决定男生还是女生的那条染色体 终于被完全测出来了 它告诉我们的东西 可能对理解外染色体是怎么来的 以及很重要的一点 它是怎么影响男性能不能生孩子的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人类基因组计划20年前就说 它已经完全测出来了人类的DNA 那时候可是大新闻啊 那现在怎么回事呢 其实吧 2001年的时候可能说得有点早 还有一些没测出来的地方 主要是两条性染色体X和Y 不过在很多遗传学家看来 那些地方用当时的技术是没法弄清楚的 Y染色体一直被忽略 汤涅迪格州杰克逊基因医学实验室的主任 详细描述序列的一项研究的合著者 查尔斯里告诉新科学家 人类通常有23对染色体 总共46条 X和Y染色体跟其他染色体不一样 如果它们配成XY就会变成男孩 如果是XX就会变成女孩 特别想搞清楚Y染色体的原因之一是它太神秘了 因为它比另一条染色体进化的快多了 所以它也积累了很多重复的看起来没用的DNA 跟X染色体跟X染色体比起来 Y染色体也带着更少能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X染色体只是在三年前才被完整地测出来 用了一种新型技术 让科学家能够一次读取好多好多个DNA剪辑 以前呢 科学家只能费劲地弄出几百个 这项技术现在让解码更加神秘的Y染色体成为可能 如果你把Y染色体想象成一个拼图游戏 想象一下它有数百万个几乎分不清楚的碎片 这些碎片必须按照正确的顺序放好 不能乱放 这就是科学家面临的挑战 但是如果你能收集成千上万已经拼好了的大块DNA碎片 那么挑战就会变得容易一些 除了完全测序的染色体外 还从各种各样的男性中收集了另外43条Y染色体 并进行了广泛的测序 最让人惊讶的是 重复序列有多么有条理 一项研究的合著者 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的亚当·菲利皮 在一份关于这项工作的声明中说 它本来可能非常乱七八糟 但实际上呢 差不多一半的染色体 由两种特定重复序列交替构成 叫做卫星DNA 他补充说 它形成了一个美丽 像被子一样的图案 Y染色体中被测出来的一个关键区域 被认为会影响精子的产生 这个区域中 Y基因的重复 有时会让男性不能生孩子 有了完整的序列 科学家可以确定 到底是什么原因 联合研究确定了这个特定的Y染色体 有106个能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发现了42个新的基因 但很多还是重复的 后续的研究要弄清楚 所有那些重复的DNA 是不是真的没用 但现在 它已经被完全绘制出来 全世界热心的研究人员 将有很多工作要做 的研究人员